另外的話我們那個其中報告 我建議是你們可以不只是單一個住宅 最好是可不可以跟別的縣市比較 比如說台北做完桃園 可是有些縣市有提供有些沒提供 所以你們可能要自己再找一下 至於如果沒提供 也許你可能再想想看有沒有辦法再換一個方面的資料 這個有時候還是要必須 這個政府有開放那個資料才有辦法 或者是說你可以延伸出去 或者說你可以再向下再深入 比如說桃園歷年來的住宅切道好像有突然高起來 但是其他會也是一樣 還有那個汽車或者是機車等等的 數量是不是也是類似的分布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針對其他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在那個開放資料 它其實還蠻貼心的 它除了這個資料之外 你往下捲動 它會把相關資料幫你把它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資料的那個左下角 所以你可以這樣的方式再去找相關資料 有沒有它幫你列出來 其中的話當然它列出來就是說那個 比如說桃園的富幼警示地點 警示地點 所以如果你們去桃園的話 可能最好先看一下這個資料 那有些地點可能特別不安全 我不知道為什麼特別不安全 是不是那個也是一樣治安熱點 OK 然後其他像什麼相關的切道案件 那你們都可以延伸去稍微找一下 我對這個其實還蠻有興趣的 這裡面到底它放什麼呢 它放一個location地點 那location的話它放什麼呢 我不知道 OK 所以哦 檢視一下 那一樣啦 當然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下載 比如說這個是富幼的什麼安全警示地點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那因為它是UTF8啦 所以如果你直接打開的話應該是亂嘛 所以怎麼開呢 那一樣哦 先到這個Excel裡面 然後把這邊找到資料 裡面的從文字 然後找到這個 Alone這個檔 OK 按匯入 然後他一樣就幫我匯進來 可是問題來了 它自己就UTF8 那問題它是什麼東西啊 檢視地點為什麼只有這個 所以它這個 這個檔案應該是開玩笑檔吧 OK 這只有一個什麼 一個這樣的東西 裡面有東西嗎 裡面沒有耶 還是我誤會它了 還是我誤會它了 OK 所以這個 這個是什麼狀況 對沒錯 檢視地點 那應該這是開玩笑的 這實在太開玩笑了 它意思就是說 富幼去這個地方要特別小心 那這個地方就是哪裡 就是中立分局 啊 這什麼意思 好啊 搞不清楚 OK好了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哦 這個林先生 等下打電話給他 問問看他 這是什麼狀況 這邊要有留電話 聯絡人 林先生 請問一下林先生 你這個到底是什麼情形 裡面放這個東西 表示我們不能去中立分局嗎 會有危險嗎 還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這是政府的平台 這是有點怪怪的 OK 所以桃園市政府 政府警察 許這 這是 這都閉著眼睛在做事情嗎 OK好不好 議員也都不知道 OK好 所以這個實在是 其他還有相關的 所以我想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我剛剛又下載那個 桃園市的汽車竊道 那一樣 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那你們也可以再練習看看 如果我不抓這個 我抓汽車好了 一樣用賄賂的方式 那汽車就抓進來 不過汽車好像顯然在 桃園相對是比較多耶 OK 那一樣的方式 當然如果你想知道說 歷年來的切照案件 汽車有沒有增加或減少 那同樣的方法 他這邊其實也提供了年 所以你不用切割啦 OK 所以一樣把它做這個插入 樞紐分析表 一樣就可以知道 如果說你想知道 他的地點的話 你們也開練習一下 如果你 第一個一樣 油標放在這個資料 第二個的話 3D地圖 那你會發現 我們剛剛的住址的部分 就是住宅切道是這一個 如果你想要再增加一個的話 請你先按什麼 新導覽 所以選資料 新一個導覽 那你兩個也可以比較一下 住宅跟汽車切道 到底有沒有一個正相關性 車子被偷 是不是也剛好 房子 就是住宅也比較容易被偷 有沒有一個關聯性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 真的那邊不能住人 OK 不然什麼東西都被偷 OK 新導覽一下 好 那一樣哦 你就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欄位給他 不過他沒有出現 看一下 這個 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你可以新增藍位 一樣 Latitude 給他維度 新增藍位 Latitude 給他精度 OK 那就出現了嘛 那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往前推 那因為他預設的這個圖 有沒有 太不明顯了 當然有幾個方法 如果你假設 不要用熱力圖的話 你其實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圖長高 高度的部分有沒有 你可以根據 他的黏 黏的話是一耳 OK 然後呢 可以讓他怎麼樣 讓他長高出來 這個圖可以把它抵裂掉 那這個地方當然可以再去旋轉他 OK 把它變成標籤加上去 那或者是說你可以再把它改成 這種 然後底下一樣 就把圖的那個 其他部分再調整一下 你可以看到 兩者是不是跟剛剛的那個住宅 是不是一樣的 我把這個影響 你看他的資料比較多 所以相對的你會發現 好像這個 竊道的狀況 好像基本上呢 也是在這附近 但是你可能要兩邊比對一下 那就比較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住宅跟這個 汽車竊道是不是有相關聯繫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今天的話我們主要就是 把那個 有關那個其中的報告部分 稍微說一下 請各位回去 針對我今天所講的 那重點就是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找到 你比較有興趣的資料 然後那個資料的話 盡可能也比較適合拿來做報告 那當然這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篩選 可能要找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至少裡面要包含就是函數 那聚集跟VBA部分我們前面有交 可是大部分同學也許不那麼熟練 那這個部分就當成是一個加分的部分 如果你有做 那我就算你這樣 那怎麼做啦 其實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那你把那個之前我們做過的那個方式 比如輸入公式之後嘛 然後看錄製聚集 然後變一個按鈕 那那個按鈕的話就是按下去 它那個欄位裡面的資料會出現 然後再一個是清除 按一下那個欄位裡面的資料被清空 大概這樣就OK啦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自己寫VBA 寫VBA的話呢就是把公式輸出到那個範圍裡面 兩個方法都OK 反正你多做 我就知道說你會做這些東西 那就相對斟酌就給你一些加分的空間 另外的話就是樞紐分析表 統計一下 那至於說你要做幾個表 這個題目部分 我們之前練習是三個問題嘛 所以你也假設啦 最好大概就三個左右的問題 第一個有沒有 歷年來是不是切斷線增加還減少 那有問題就會有答案 答案的話就是樞紐分析的表跟樞紐分析的圖 OK 然後再來的話最後我剛剛有講到那個3D地圖 那3D地圖部分也是算是加分要件 不是必要的 但最後你可以把那個圖繪製完之後 順便放到你的報告裡面 最重要是比較啦 我是覺得3D地圖是可以看出來有沒有 哪些是熱點 而且有的時候我發現 把資料放在地圖上面呈現 這感覺其實會 比那個你沒有放在地圖上面 來呈現的相對會比較直覺 不然我怎麼知道說像台北市 到底中山北路的哪些地方是 這個就是最容易失竊的點 那如果你假設你把它呈現出來 那你將來無論是買房子或租房子的時候 你把它避開的話 那相對的也就比較不會有那個 治安上面的這個就是隱憂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所以有的時候買房子 之前可能開放就要找一下 就比如說找那個地方是不是比較容易失竊 不管是住宅也好 或者是汽車機車自行車 那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自己在試著練習看看 那至於那個資料部分 你們最好是看能不能不同縣市比較 或者不同的資料比較 然後呈現出來一個結果 像台北市的那個切斷案件 我發現他就給的蠻多的 不只是住宅 汽車啦 機車啦 自行車其實他都有 真的要搶奪了 OK 所以你們甚至比如說你想 假設啦 針對台北市的治安情況 你可以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分析完 你會發現會有個答案 你就大概知道說 哪一區其實住在那邊 應該是最危險的 有沒有最容易招小偷的 你大概會有一個基本的 那另外如果你又結合3D地圖 那會更明確 哪個地點你就會很明確知道 盡量避開那邊 那自然就比較可以 所謂的趨吉避凶嘛 比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除了治安之外 其實你們甚至也可以結合像交通好了 比如像台北市 哪一個路口是最恐怖的 交通事故最高 其實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有提供資料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資料倒到3D地圖 你就馬上知道 台北市的哪一個路口最危險的 有沒有 OK 因為最近蠻多年輕人 也有些網紅在討論那個交通事故問題 因為台灣的 每年的那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它是說大概3000人 可是日本的人口 日本的交通事故 好像還比我們少2000多人 可是他們的人口數量 應該是多少 1.2億吧 它一點 因為之前1.3億 現在好像稍微少1.2億 大概我們的5、6倍吧 OK 可是交通死亡人數卻比我們少 另外它好像還舉一個德國 德國大概8500萬人口 交通事故死亡人數 跟台灣差不多 你想說8500萬 我們2300萬 那大概差了幾倍啊 3倍多吧 OK 快4倍了 你會發現 為什麼人家的這個交通事故人數 比我們少那麼多 原因何在 對 不過其實這種感受蠻直覺 你走來路上你就有感覺 在台北相對還是 還比外縣市還感覺安全一點 至少你過馬路的時候 車子還會讓你一下 你在外縣市 就是 越往 我這樣講會不會得罪到中南部的 不過我是很 我不是歧視或怎麼樣 有時候我在 就會有這種感覺啦 OK 那當然很希望說 是不是透過資料的分析 可以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呢 如果假設了 你還有 還有多餘的時間 你可以在想 有沒有什麼解決的辦法 它會更好 OK 所以剩下的時間 給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講的部分 稍微整理一下 那 理論上的話呢 我們這個報告的時間 繳交時間 會是在 給你們兩週的時間做這個報告 應該夠充裕了吧 兩個禮拜 也就是說 下個禮拜我們就不上課 下禮拜不上課 然後給各位做這個報告 然後繳交的時間呢 就是在下禮拜 也就是說在 記著繳交期限是到那個 今天的凌晨 也就是禮拜天的12點 OK 所以大概就兩週的時間 給各位完成這個報告 好 那這個期中評量所佔的比例 是30% 30 那 所以如果你假設 希望拿高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 掌握剛剛所講的那些重點 OK